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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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語言又子的 Sstudio's 名字不秘 字幕提供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開始囉 嗯..上一次 在小圈子的衣櫃裡面有發現這塊 欸?不能看那個圖了嗎? 嗯..在..在玄瓜那邊有寶物 然後書架那邊也有東西 好..所以我們就先回到.. 回到..門口 門口這裡有寶物 是在哪裡?燈籠 還是是鞋櫃? 鞋櫃..鞋櫃沒東西 鞋櫃..鞋櫃 這邊..好像都沒有齁 還是要..鞋櫃..鞋櫃.. 沒有 說這裡有寶物 其實寶物在哪 調查都沒東西 沒有必要回去 確定是這裡嗎? 噢..有了 找到合適的鑰匙了 所以我們..先記錄 然後..先去合適 是這裡嗎? 噢..感覺就是會有鬼欸 這裡有什麼嗎?燈 紙門緊緊的閉著 這裡呢? 不知會有的打不開 那就是有問題啦 層子被鋼絲固定住了 這裡呢? 噢..好舊喔 其實是蜘蛛喔 這是剛剛才生成的嗎? 噢..這..這詛咒.. 詛咒有點嚴重了 點裝著金色的裝飾 這裡..可以這樣..點一下吧 不太想去碰 這裡..沒東西 裝飾點小福像 先記錄 這裡..翻手 噢.. 會..會..會有恐怖的東西吧 調查! 沒有人在 不太想去碰 上面呢? 有種不好的預感 先不要進去好了 可是我好好奇喔 我先記錄 好 進去 噢..噢.. 心臟 是會死掉嗎? 先出去好了 好吧..那邊感覺就是不好的地方 所以..翻手可以幹嘛 欸? 火..火..火焰? 火焰點燃了 異常的..燒得很旺 不要亂 所以翻手.. 翻手是用在哪裡?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不是.. 還是可以用..假手 還是..是..這個 噢..使用扳手 找到後門的鑰匙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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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還有哪裡? 有出來 這裡 死了吧? 還有嗎? 好 紀錄 這裡 是.. 後門是這個嗎? 不是.. 還是..是.. 樓上 另外一間 是..這裡嗎? 不是.. 那..另外一邊 是..最裡面那一間嗎? 這個 會有什麼東西嗎? 噢..是鋼先生 唉.. 阿等..他不要緊吧 沒事的 畢竟他又不是家賀先生 講話好討厭喔 會揍你喔 你這混蛋 開玩笑的 嗯..不用擔心 看著他這樣一路走來 就明白了吧 你根本不明白 經驗或規則 對怪異都不管用的 這事實上 黑暗中 無論到哪裡都是黑暗 是喔 好不屑喔 你能表現如此輕鬆 真好啊 纏妙呢 我只是覺得 家賀先生也是相當經驗的老大 那個人講話感覺 有點.. 鄙視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欸..欸欸欸..狐狸 狐狸 狐狸怎麼跑到那邊去了 先記錄 先記錄 我可以去找狐狸嗎 不行 好吧只能走那裡 好 往上走 這裡..似乎是庭園 燈 這裡呢 被雨淋濕了 沒心情坐下 這個 或許還能用 敲鐵敲 米袋 好這邊都不能用 記錄 這裡 就是這裡 這裡有什麼嗎 剛好可以點火 好像可以 蝙蝠 綁得緊緊的 古籍 這也是咒術的一種嗎 這個..什麼都沒有 收著資料沒有在意的東西 有衣服描繪著鬼在吃人的畫 絕不外傳嗎 收藏的資料 龐大的數量 這個 這邊 就這樣嗎 就沒東西了 什麼都沒有 啊對了 我記得 那個.. 那個.. 小村子好像在那個書房有畫一個東西 不曉得是什麼 欸?回不去了嗎? 他在書房有標記一個問號 盤子 收水無際於事 看不清楚 這邊都沒東西嗎 可是 他有在這邊畫一個問號 好吧 真的沒東西 就回到那個房間調查 好吧 真的沒東西 先寄個路 鐵槍 可能可以用在這裡吧 要進去了 這裡有什麼 那個神龕 確定沒問題嗎 調查一下 放著舊照片 打火機 打火機 就換一個打火機而已喔 好吧 我們回去了 欸 喔 我想要..欸 熊 欸 欸 逃 欸 那手動得有點快 這是 這是阿達一族的小手嗎 好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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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火 欸 點火 啊 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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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了 欸 真的 Go 啊 小春 調查一下 高級的湖 鎖住 沒有辦法打開 炸物 啊 鋼絲檢 OK 小春你沒事吧 找到你囉 曾子君 嗯 欸 欸 我記得大骨狗沒事 噢 那時候的事還記得吧 咦 有什麼在這裡 等一下再說 總之先離開這個家吧 你的奶奶也在等你 奶奶 啊 怎麼了嗎 我把它滾著完 我把它滾著 滾著完之後 奶奶突然心裡不舒服喔 難道是那個舊箱子 對對 果然跟那個箱子有關係嗎 總言之 鑽子君 我們離開這個家吧 說得也是呢 既然奶奶在等我的話 好 記錄 應該不會有 有其他 東西了吧 這樣要一邊 保護 村子一邊 進行戰鬥會有點困難 然後 剛剛是不是有拿來 鋼絲檢 鋼絲檢搞不好可以拿去 剪斷那個繩子 應該可以拿來剪斷這個 不能過去 好吧 時間先帶小村離開 小村其實還蠻好運的 兩次都逃過一劫 就帶著小村離開了 林農 你關心自己等吧 是Boss嗎 這就是要關於你的影響了嗎 去不去了 冰式的無限子彈 他有能力 幫不給我出來 GG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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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然後呢 沒有呢 終於逃出來了 那個笨蛋,又這麼大嘴巴 別讓說嘛 那麼,你有把小春妹妹平安的帶回來嗎? 嗯 我讓她去認識的人房間睡了 沒什麼受傷 Good job 這也是多困了你的功勞 賓士先生感覺有點冷淡 可是,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真諷刺啊 沒想到居然會演變成如此的事態 辛苦了 你也來了,翔太 翔太大師 取之鄉,是吧 果然是那樣嗎? 小鳥蝦? 那是什麼? 正確的發源不明確 被關於在道教流傳範圍下的詛咒術之一 我來簡單的說明一下 在一個箱子裡 用雌性動物的內臟和血液填滿 然後間線上兒童身體的一部分 手指或血液 用來當作活祭品的肉片 不一定是一人份 因為犧牲了不知道多少名兒童 而改了如此 如此箱子的名稱 祖宗效果也會非要性的上升 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五方、六方、七方 被八人稱為八開 是曲子鄉的究竟行事 下咒的方法相當簡單 直接把曲子鄉送到想要下咒的對方家中 以貢品的名義來到居住的範圍內 這是最糟糕的禮物 據說這個咒術的效果是針對女性和兒童 中了詛咒的當事者 當事者 腹腸之類的內臟會漸漸的被切斷的樣子 這也太血腥了吧 那樣咒術能力能夠輕易的毀滅一個家 再讓世代就能使用家世滅絕的視野不少見 的確就是曲子鄉 為什麼那東西會站在家裡 神代家原本就是咒術師派戲機 即使從古代開始就備受冤恨也不奇怪 而且那個被神代村子拿出來了 那根本是不對的 絕對 快醒箱子咒術的契機 大概是因為他們身上流著咒術師的血吧 現在是孽緣欸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這是令人困擾的事件啊 如果 你來怪異的話 跟這隱居生產不就好了 小木 難對小女孩來說太過分了 是嗎 是啊 正是那些特殊狀況的孩子們 阿等才會至今為止的照顧過來 嘿 就冰淨先生來說 真是難得放入個人感情了呢 只是附帶的私情而已 我要去處理剩餘的工作 我該做什麼 這是我的責任 不必連你一起牽扯進來 小木真的是很不討人喜歡欸 我也這樣想過 以那傢伙的性格來說 也沒辦法分認那女孩的朋友不管吧 大概就是 雞也沒情吧 欸? 牛巴回來了 看來感覺不被歡迎 嗯 雖然我也有同感